香港海關港口及海域科的人員 在7月30日破獲了一宗海路返運毒品的案件 在一個由巴基斯坦進口香港的20石貨櫃裏面 我們檢獲了220公斤的綠鑼銅毒品 市值是超過1億2500萬元 根據早前致獲的線報 只不合分只會以海運的方式 將一批綠鑼銅由巴基斯坦運來香港 港口及海域科的人員 就透過風險評估和資料分析 鎖定了一個來自巴基斯坦的貨櫃 報稱在有紡織棉紗線 根據資料顯示 這個貨櫃的收貨人 是一間沒有進出口紀錄的公司 而這間公司所提供的地址並不完整 加上用的是假的電話號碼 同時巴基斯坦是主要毒品來源地 與我們今次的行動目標相符 基於以上的原因 海關人員就決定扣驗這個貨櫃 海關人員在7月30日 在我們的攜中海關大樓 就檢查這個貨櫃 我們首先是利用流動X光車輛掃描系統檢查這個貨櫃 根據X光的圖像顯示 這個貨櫃最深處底部的位置的影像 是和其他位置的影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將這個位置的貨物抽出來作進一步的檢查 打開貨櫃之後我們發現這個貨櫃是滿載貨物 我們必須要卸在其餘的貨物 所以這個貨櫃的影像是非常可疑 大家可以看到 毒品在我們X光機的檢查之下 其實是無所遁形的 在這一邊左邊的影像是橙色的影像 所代表的是一般的棉沙線 至於右邊這個綠色的影像 所代表的就是藏有一些合成毒品 合成類的毒品的棉沙線 於是我們就將這六大包的棉沙線 逐一拆開檢查 而我們發現裡面的棉沙線的品質是極其差劣的 因此我們就決定展開每一卷棉沙線的表層 發現裡面都有一個圓形的容器 這個塑膠製的圓形容器 裡面還有一些白色的徵作物 我們隨即就將這些白色的徵作物進行毒品測試 發現裡面的樣本對陸安酷是呈陽性的反應 最終我們在162卷的棉沙線當中 檢獲合共220公斤的綠安酷毒品 整個貨櫃其實是滿載著164大包的棉沙線 當中只有6大包是藏有這個綠安酷毒品 並且是放在這個20呎貨櫃裡面最深處的位置 佔整個貨櫃的貨物不中4% 要找到這些綠安酷毒品 我們必須要先涉在整個貨櫃的貨物 才可以作盡一步的檢查 加上不法分子是企圖用這個圓形容器 去擬成為棉沙線的軸心 一般棉沙線的軸心其實是一些紙卷來的 然後再用一些棉沙線紧紧固著這些容器 企圖逃過我們海關的偵查 我明白了